能给人香出根头的油泼面 你一定要试试 在家做成本不到5块钱 下班回家 两分钟就能搞定它 做出来喷香四溢 香辣过瘾 关键它是真省事 想学的看过来吧 准备一块5毛钱的宽面条 我这个是一个人的量 要是会手擀面的朋友 就把面条擀得再宽一些 这样吃起来才更正宗 准备一把小油菜 从中间切一下 切好后放入盘中 再准备一把绿豆芽 黄豆芽也是可以的 5个大蒜用刀拍散 再改刀切成蒜末 切好后放入盘中 适量的小葱切成葱花 切好后跟蒜末放在一起 接下来起锅烧水 里面加入一勺食盐 水开把面条下进来 再用筷子轻轻地抖散 预防面条粘连在一起 锅中加盐 煮出来的面条静到爽滑 水开加入一次凉水进来 用筷子翻动一下 使其受热均匀 二次煮开 再加入一次凉水 老话说得好 三开饺子两开面 再次水开就已经煮好了 把面条控水捞出来 放入凉水中过一下凉 用筷子给它搅拌一下 把过凉后的面条 用漏勺控水捞出来 先放入一个大一点的碗中 刚煮完面的水 不要倒掉 把绿豆芽加进来 先煮上30秒 接着把油菜加进来 再煮至10秒左右 再用漏勺把它们控水捞出来 接着把油菜一根一根地摆在面条上面 再把绿豆芽也加上来 面条里面再加入一勺食盐 一小勺鸡精 再加入适量的生抽 适量的香醋 一点点老抽提色 再加入多一点的辣椒面 适量的蒜末 适量的葱花 最后加入一小把白芝麻 再浇上满满的一勺热油 这香味得儿一下就上来了 家里有胡麻油的 尽量使用胡麻油 那样泼出来的面才更香 边搅拌边流口水 真的是太香了 这一口下去给什么都补换 一道非常好吃的山西油泼面就做好了 如果你也喜欢 就收藏起来试一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给阿鹏点赞关注 评论和转发哦 点击我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教程 我们下一个视频 再见吧 请不吝点赞关注